最近TikTok的CEO火了 359度的帅 唯一一度的扣分项就在他的牙 放在普通人堆里 这个牙缝肯定不算什么 但是放在镜头里面 终于明白 演员明星为啥对牙的要求这么高了 今天我们就要请到 为一众明星网红施过变美魔法的牙医 Dr. Gu 顾医生 一起来学习牙齿美容的最新功力 Hello 大家好 我是来自杭州牙科医院的顾凯凯医生 那么今天主要想跟大家聊一聊 关于磁天面 其实我平时看诊的时候 大家问的最多也是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磁天面到底老不老 能用多久 除非你是用你的做了磁天面的牙齿 去开啤酒瓶啥的 我相信自己的牙齿也会崩掉 如果你平时只是磕个瓜子 加个鸡腿 吃个瓜 就是真的吃西瓜那种 一般来讲都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个我们来讲讲关于天面的材料 主要大家听到的一个是关于 树枝天面和磁天面 磁天面的话 你做好清洁护理的工作 其实用个10年20年都问题不大 但是树枝天面的话 它的表面它会有很多蜂窝状的微孔 相对来说它就比较容易被染色 这么一笔的话 磁天面虽然相对来讲单价会贵一些 但是贵有贵的好处和贵的道理 那你总不可能说 你做了树枝天面 三年就换一次对吧 搞得比世界杯还轻 更重要的是很多树枝天面 在制作过程当中 它是靠医生直接用手工 在你的牙齿上做一个雕塑的 它其实做完之后会让你的牙齿变得 比你原来的这个状态更加的厚 你做完之后 你牙齿可能是白了 可是你嘴巴吐了 前几年很风靡的美容院 所谓的什么6D5D的浮雕牙 它其实就是这种树枝天面 我们这样开玩笑 双眼皮你做坏了 可能还有修复的机会跟手术 可是你的牙齿一辈子 又能让医生磨几次呢 讲回到我们的瓷天面 其实我们现在最超宝款 其实大概只有0.1到0.2毫米 我们甚至能做到不磨牙 瓷它本身的 不管是它的颜色还是它的光泽 都会更加接近我们的天然牙齿 很多明星患者或者明星朋友 他们为了追求上镜的时候 非常好的一个美白的一个感觉 会跳一个叫我们叫好莱坞白的颜色 如果是我们的日常社交过程当中 我是不建议大家是选这种最白的颜色 其实我们的瓷天面 大概是有十几二十种的颜色 4号可以给你选 比如说我们的OM1 OM3 其实除了4号颜色在很关心之外 我们现在会用到一个非常先进的技术 叫DSD数字化微笑设计 什么意思呢 那么我们会帮你拍摄一系列的 关于你自己牙齿的形态的照片和视频 然后根据你自己牙齿 运来得到自己做完之后的一个状态 也会有不少患者朋友 比如说是一些明显的受过外伤的变色牙 四环素牙或者说是富斑牙 讲到这里我还想跟大家顺便聊一聊 就是有些人觉得自己牙齿的形态 包括它的位置排列都蛮好的 单纯只是想让牙齿变白 其实还有一个路径和方法就是做美白 可能很多人也听过叫冷光美白 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化学的一个氧化化缘反应 做完之后你的牙齿会变得白一点 就是给你一副冷白牙 但是它有个问题就是相对来说 它的维持时间是没有那么久的 是需要你去定期的做美白跟保养的 比较适合那些比如说临时 我需要出席一些非常重要的活动 那么如果你想长期拥有 那么其实磁贴面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了 那么可能还有一个非常大家关心的问题 就是它到底价格怎么样贵不贵 这个全口的磁贴面 我们就算它上下一起16克到20克好的 它现在技术款的价格大概也在3到4万 那么稍微再好一点的进阶款大概在5到6万 当然也会有更贵更好的 但是绝对不会超过我们杭州现在最贵的房价 如果你真的是想偷偷懒是省钱 可以那上面的牙齿8颗 我们选择做磁贴面 底下的牙齿我们肯定要钱没那么高 你可以选择用美白的方式 这样一算整体费用省了一半 这当然这个方案也非常nice 也是一个很平衡的档案 那么如果大家对磁贴面感兴趣的话 也欢迎大家来找顾医生聊更多的细节 推薪品招待找人才勿投资出国门 观众有请少许位好咚咚 让地球人都知道